其實香港的失業率已經去到6.4 另一方面郭泰宣佈了裁員計劃 周遜你覺得這次裁員5300人在香港 不用港龍這個品牌 其實很多人都意外 因為照計你賣雖然一個市那麼差 但你可以讓我試好一點才賣 你能不能賣到嗎 你能不能想到為什麼他寧願 如果是CUT我就賣了 你能想到為什麼他寧願CUT 都不保留這個品牌和它的asset 讓往後市道好一點的時候再拿出來 第一asset是保留了 飛機就是保留了 飛機不能不保留 asset是保留了 現在是不要人的 全部那些人 他保留了一部份機師 機師是保留的 他是不要空姐 空姐本身是不值錢的 他們以為是值錢 但是空姐不值錢 隨時可以請回來的 你沒有巴掌那些power的 所以他當然是CUT 如果你做生意的 你想想 假設你有兩份報紙 與其每份報紙減一半人 假設 這是比喻 與其每一份報紙減一半人 大家都不高興的 或者減薪資 不如你一份報紙減一半人 大家不肯減一半人 然後只減一份那一份就好一點了 他之前又買了這個香港快運的 為甚麼那個就會留下來呢 即是有些外交分析 香港快運和國泰沒有重複的 兩個是不同的市場 但是港龍和國泰 國泰可以重複做港龍的東西 我就覺得這個說法 我就不太認同 為甚麼呢 當然有些人就 就像你這樣說 一個就做廉航 一個就做固有的這個行業 但是我覺得 喂 事實上 港龍其實都不是貴很多 港龍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小廉航 是 但問題是你不是廉航 你擺出來不是廉航 你那些價錢 你把價錢放低一點 不是 這樣說不好 你的空置是怎樣 你都要切掉空置 你就是樓機師 你樓機師就是在廉航 才做到廉航 但問題就是 其實你剛才說他留在飛機那裏 那就是留了 他未必留在飛機那裏 因為他如果這樣的話 至少你說他不是解散了 飛機他就賣了 沒有了 周健的情況是這樣的 如果今次看回 如果他這次把港龍撇開了的話 可能那些航權就要拿出來 那為什麼不繼續保留著這個品牌 保留著這個航權的經營 我想其實他不是很害怕 以國泰來講 他不是很害怕冒著你的航權 你再申請過都可以了 你怕你不給嗎 你怕你嗎 你怕你嗎 這就是check record來的 check record是怎樣的 有人爭取的 現在已經馬上有一間大灣區 大灣區的航空出來 那問題就是 多謝湯郎多謝鬼又要重新再投過 可能是甚麼 他可能不要那些 他可能不要那些什麼呢 不要那些航線 他那些航線 他來講未必賺大灣區做 又一賺他又一賺 又一賺他又一賺 人家的成本低 你不cut空子成本這麼高 你不能做 還有那些空子都不想飛 那些空子都不想飛大陸線 對不對 這個你會想的 罷工 罷工說 罷工就有七成大陸才不給飛 你下次說罷工怎麼辦 你下次說不想飛大陸 你都不想飛大陸 你不就減到你了 現在我就是主要飛大陸的 你要罷工不飛大陸 那我就減到你了 那這件事很簡單 以其你也知道 他們還要罷工 還要在說些甚麼 你們這樣 我就堵了你的酒 全部是什麼 看你怎樣經營 明白嗎 你們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做些聽話一點 即是你變得很難經營 當你整班人在搗亂的時候 你不cut他就不知死 不如cut了他 反正都是 我反正都是 你這個說法 其實是很多個月前 曾經有一些網上流傳的消息 但是現在看上去 你覺得這些說法 真是這次他cut港龍的原因嗎 OK 即是如果一個人 一個男人離婚的原因 通常都不是因為一個原因 是multipurposes的 如果你去尋找一個原因的話 你那個原因你一定找不出的 即是說 你如果一個原因的話 一個原因的話 很多事情都不會做 這些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講了 即是他反正都要cut的 那他當然是cut了 你沒那麼聽話的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說 現在他 如果 他整個航空業 恩恩向榮 大家 不停這樣去 又賺錢又什麼 他就不需要有cut這個理由 現在反正都要cut的 那問題是cut哪些 現在cut這件事 是一個necessary condition來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考慮的原因 我不會為了這個原因cut你 但現在我已經cut了 我不是無緣無故的 你這個說法 其實我不太認同 不過我尊重你提供多一個的思考方向 對我們的觀眾 是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覺得葛泰今次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那個的 即是那個的前景又怎麼樣 會不會好很多 你想股票 股票和經營前景 剛才經營前景 現在他現在的狀況 他不再cut 他再下去 以現在的狀況都是死的 所以cut港龍只是第一步 到了之後他都會cut國泰 可能是快運的 現在只是cut第一步 不要太多 你根本不相信 所以已經不存在這些問題 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cut幾個人 你一定要cut最不相信 超那些先 最不聽話那些先 那就先搞了 接著之後 開始聽話那些一路要cut 譬如基斯那些不太敢cut 因為基斯很難訓練 曾經試過全世界都有的 那現在他cut了一些 譬如我認識到一個 剛剛進去找三皮幾隻 很低級的基斯 就算是開的士 那你沒有辦法 都是航空業 都是棍書業 那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過 你都要狠心 你唯有是一些 cut的人 你覺得是沒有價值的人 漸漸沒有價值的人 你就開始cut了它 而空置是屬於沒有價值的 然後你就會一直cut 因為現在這樣 再過半年會再cut多一次 那就是股票了 跌得太少 你覺得應該跌多少 即是 你現在跌四成就沒有 特別是因為之前跌了三四成 它現在跌四五成 它跌得不多 這些股票跌了九成才有機會買到 蛤?九成? 是啊 你走走走 我跌五成 那你叫我 譬如現在一次跌五成 你叫我升回 升回跌七成 你只是贏40%而已 你跌九成不同 我幻想跌九成變八成才一倍 是啊 這個邏輯 其實我想很多做炒股票的朋友都會了解 就是說 當你那個行業不性感的時候 其實你如果不是去到一個相當低殘的位 其實大家真的想不到一個理由 再去入市去買 尤其是當理由不是龍頭 是不是 國泰算香港算龍頭的 以及以前算做得好 曾經做得好過的 但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現在跌得不夠多 以及現在不是玩這些東西 現在航空業未想到 未想到 除了念航之外 另外有哪一個生存模式是好的 那如果譬如以 這個 就是不同地區的航空公司來計 其實國泰和歐洲美洲的航空公司 哪一類型會復甦得快些 你覺得 我覺得 國內 國內 其實你看一件事就是 因為美洲 美國 是很多國內飛來飛去飛去的 現在中國國內的市場 Delta 阿拉斯加 那些航空市場 中國國內的航空的比重 那個內需 那個要求是低於美國 很多 所以它還有增長的 它十幾億人口 它和美國相差 還有就是 我想到最後 就只剩下兩樣東西 是開最生存的 現在我們的生存空間 就是我們這些中產階級 坐飛機的空間 越來越少 就是一是是念航 一是是私人飛機 這兩樣東西是最好的 中間那裡就夾了 一是是私人飛機 一是是念航 一是是念航 一是是私人飛機 就是兩極化了 有沒有這樣的樣子 中間那些 中間那些 那個做 就是國泰證證 常常這樣做 你平時坐飛機 你會坐廉航嗎 我不會 你不會 是 所以就被擊死了 中間那些被擊死了 我們變成沒有飛機 就是不知道怎樣 即是你是會坐捨人飛機的 我希望 好 今天和周彥兄到這裡 謝謝大家